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 本期转播的是中南兰世界杯热身赛之前的一场关键的对决 这场比赛是迎战美洲军里巴西队 今天是阳剑还有无亲之导共同来解说 我们现在看到第二节 现在双方19比19 那么第一节实际上简单的给大家回溯一下 郭亚伦的表现非常出色 上来先发打满第一节 六中五助攻转换三分突破样样皆有 就是他的个人进攻上了之后 也确实让老道的巴西队上了有点 没把住中国队的特点 没错 而且看到全队打得很集中 确实到了该出状态的时候了 因为还有一周时间正式比赛就要开始了 来了这支巴西队也是所有国家队的主力 西数都来到国内了 那么打完这两场热身赛就不回去了 应该就在这边训练等待着正赛开始 没错 巴西队是一支非常有经验的球队 他的队友阵容构架是很特殊 我觉得在32强当中也算比较鲜明 他老队员跟年轻队员非常鲜明 老的有几个都是36 37 像加夏已经40了 但加夏第一节在追中国队挡拆防守的时候 是撞到了周旗腿上受伤了 今天这场比赛虽然热身赛但是两支球队都是进浅最强阵容 而且打出最强硬的态度 阿联 阿联第一节主要是在防守端发挥作用 进攻上的球图在郭艾伦手里 看看中国的这个二阵 还是逢转换的 这就是卡布克洛 卡布克洛 在灰熊的灰熊上个赛季呢 后半段打得非常出色 外号叫巴西杜兰特 他的这个臂展和身材的这个条件非常像杜兰特 卡布克洛2米06 但是他臂展我目测最少2米20以上 2米25以上 官方报出来2米31 对 2米31这么一个臂展确实惊人 而且刚才一晃而过 看着老熟人 巴伯萨 巴伯萨今天是替补登场 巴伯萨大家非常熟悉了 今天也37岁 从这个整个外观身形 看整个的经济状态应该保持的不错 巴西闪电现在是效力于巴西自己本土的俱乐部 是 好球 终于外线命中三分 中队这个三分球的问题呢 在这场球当中 我觉得开局打得还是非常自信的 是 贵爱伦的三分 阿布莎拉姆的三分 包括刚才方硕的三分 就是都是很有信心 你现在三分球有问题呢 首先你自己的自信 这是非常重要 出机会得赶投 没错 就像杨老祖说的 投手呢就盼你犹豫 出了机会 你一两个没投进呢 你犹豫了 好球 巴西闪电 这第一步起步确实还是可以 风采不减当年 不减当年 而且他这集起这一下摆脱速度 你看不到像一个40岁的运动 没错 而且他中间有一个降速 这边是赵瑞的一个身份 二连后仰挑头 顶着 菲利西奥确实有点费劲 对 进攻状态呢 因为他归队时间还是确实比较短 还需要慢慢的去找 菲利西奥呢 也是在公牛队的大前锋 在NBA也是千万级的合同这么样水平的选手 非常能顶 对 然后打球很凶 力量很强的 所以对阿联呢 对阿联也是一个挑战 今天巴西队整个车上部上都采用的是无限换 是 无限换每个点呢都是扩出来 就是典型的这种非常强调个人防守的这样的一个防守的态度 好球 防得可以 周琦今天已经两次防住这个卡普克勒了 就中国对现在这个阵容呢 差一点啊 这时候攻得很凶 差一点没扣进 就这个阵容其实防守是不吃亏的 特别在内线阿联和周琦两个人的这个身高 包括防守覆盖的面积 阿联串球 看看这边有转换 漂亮 这球呢在行进当中 阿联是篮板运球过半场给方硕 方硕中间他有一个假动的调整 对 这可以算作一个就是不看人穿球 是 然后再回个阿联 然后一气可重 一个是外线呢 到了前场反击以后先拉边 看到后面跟进的中锋的位置 再一个呢阿联刚才确实顶不动 但是利用移动利用速度 漂亮高级动作 这个就是国际栏年的规则 周琦在今天篮下的保护确实给巴西列制造了很多麻烦 还是挡拦 还是挡拦 挡拦 卡布托拉往回收 漂亮 这也是利用对方挡拦啊 没有像之前沿用的就是无限换跟大延物 卡布托拉稍微往回收一点 周琦跟阿联都有直杀篮下的机会 李南之导带领的这一届国家队呢 包括在后面的正赛当中 咱们应该也会有很多次看到就是后卫和中锋之间的这种挡拆的配合 在结束段是非常多的 要发挥后卫多 而且呢支配球控制球能力强 中锋呢 能投而且下顺速度很快 这种特点 我觉得这个结合点是非常出色的 中锋在这一段时间呢 转发进攻 打得有声有色 而且每个得分都是助攻 没有自己个人担打 都是助攻率很高 其实就是跟南美这种球队呢 他对抗很强啊 你真的一对一去攻一对一去找位置去攻的不太好攻 你内线的顶可能不一定顶了动 你就需要这种互相之间的联系啊 这种传球要增加 把链鱼一下后脚跳脏 还是稍微差一点点 这时候就有点顶不进去 副理西奥确实是有力量 对 副理西奥2米08的身高 体重应该是在120公斤到130公斤这么个重量 今天中国队呢 全队就是一开场 我觉得就是进入比赛状态特别快 是 进攻上郭艾伦是先打的 等于是成为一个先锋 他六中五 然后连续砍了12分 这个确实是进攻上的一个合金 但是你要看到的是整个中国队 他是一个整体在拖着过来的 另外他整个的防守当中 我们虽然是放了双塔 但是内线王哲林跟周琪 阿联跟周琪的防守特别积极 都基本上扩到三分线外 去大洋务坚持大洋务 然后每个人都非常非常努力 这样也让整个巴西的进攻呢 确实被拆解的非常碎 对 其实郭艾伦的之前状态呢 相对有一定起伏 特别是在昆山 包括昆山之前的神赛 这个都没问题 因为大赛之前呢 你的状态不一定出的太早 漂亮 好球 就是一注攻 是 不知道你看第二节咱俩 就是看这精彩的片段 这种漂亮的助攻得有三思策了 对 这节跟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 后背跟内线之间的联系 非常非常的默契 这是中国队在整个热身赛 打了将近20场比赛 我们曾经说的中国队表现成熟的厉害 是 因为我看到 现在四个后背跟整个内线 特别特别的有化学反 没错 你看现在这个阵容呢 用的是三小 一般常规阵容 李南指导喜欢用的是两小 两小带一大 但现在这个阵容呢 变成三小 这个三小呢 就是第一保证速度 第二呢 球的支配球的分配会很流畅 嗯 就像这种球 你突进去以后呢 后背与后背之间的联系 传球 是非常默契的 对 这三小后背又记得在4B的时候曾经用过 是 然后呢效果还可以 而且这三小特别特有特点 这是三个小配俩超大 对 它是双小三小配双塔 对 它内线是大王跟周旗 用用用三小呢去弥补两大的速度的问题 用两大呢弥补三小的身高的问题 对 其实这个配这个组合呢 它一定不是最常规的 但是在阶段性会收到效果 没错 其实克罗迪亚那场球 我也是跟您一块说的 是 呃 为的是应对克罗迪亚 它也是三小后卫 嗯 那今天呢其实八一队这外线 不是特别标的 这球 真厉害 今天郭少这状态 好像是 世界杯已经开幕的感觉啊 是 这真是厉害极了 而这也是不可阻挡 今天转换突破 呃 从第一届开始有多次这种一打二 甚至一打三 转换进攻贯轮就炸了 是 这打的八一队确实是有点 没想到 弱城赛对方就 一个主力攻得这么凶 是 就看刚才怪伦倒地以后 那个面目的表情 嗯 就是已经像所有人 已经在招式 他已经准备好啊 他已经做好准备了 嗯 所以能看出来呢 这几天通过昆山回来 这七八天时间的训练 啊 球队的内部的调整啊 包括训练的质量还是很高的 对 注意他问题哦 嗯 就是三秒了 对 这球吹的飞行要三秒了 是 阿西哥的老教练 对方四个失误 我觉得就是说 中国队现在这个战斗状态呢 就是 大赛临近之前 就非常严谨的状态 越来越严谨 对 因为就只有这两场热身赛了 现在呢 其实就应该当成正赛打 啊 这会儿就是 就是在注意保护好自己不要受伤的前提下呢 就是要进入战斗状态 嗯 嘿嘿 嘿嘿 对方三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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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的這個持续给参观施压啊 他可能作为一个特别有经验的欧洲教练 他知道这个时候是整个比赛可能非常关键的一个分岁 간 两个在交池 将持其实一两个球球权的归属都是很重要的 没错 高位牛角 球继拉出来上线想作为手提手 对方防住球防得很严 掩护之后 巴西队从第二节加强了对中队几个后卫的持球点的压力 特别加强了对赵继伟跟郭艾伦无球手的防守 李南之导第二节三后卫也是希望在对方强压两个后卫点的情况下 多一个人持球 巴西队作为一个老道的国际强队 他这种反应是很快的 效果还是不错 这三小后卫打到第二节效果还是不错 而且这还有一点 不知道就是多少弥补了一下 现在我们风线上人员受伤状态这种相对薄弱的问题 没错 不知道周鹏现在状态怎么样 因为前两天的训练当中是脚扭了一下 脚扭了一下 看到他还在非常积极的恢复和治疗 目前是没看到他的登场 不知道这场比赛能不能有机会回来 所以现在呢阿联在换周期 现在就是内线三大会换的比较多 这一届的就是风线 我们讲他的防守能力要强过他的攻击能力 没错 他是那种移动速度快 能够覆盖面积很大的这种防守型的居多 看看这边搬一队擅长的转换进攻 又是前掌咱们的球 哇 费力向 比较其实凶了 这真是平框抢篮板 这球没办法了 这个三小后卫呢遇到的就是 其实辽宁队在CBA当中遇到的问题 辽宁队在CBA经常打三小 因为他前方也是缺人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三后卫 三后这个防守 只要一轮转一换 你看这边郭艾伦去防飞的销 你总有一个后卫需要对对方的风险 这个其实就是说你这个三后卫三小两大 可能你难知道要解决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是 所以说巴西队他还是经验很丰富 他看到了有三小了以后 他增加了前掌篮板球 他增加了把球更多交到内线 对他吃你这个风险的位置 打王三门线外运球 好球又如初 这一节最精彩让我们比较震撼 解说当中畸形澎湃的这种故宫啊 这有四五个 四五个 而且都是以最后扣篮完成 看看这球 漂亮好球 漂亮好球 阿联没有扣进去 有点可惜这一节球阿联一个周期一个 两个实在必进的扣篮没进 阿联也看到了 看到菲利西奥脚底速度不如自己 全速的快下去寻找机会 对 菲利西奥这绝对硬力量对抗而占优了 对 这些终究队 每个人在分享球的意识 是非常非常的鲜明 получить比较震撼 如果这种球差一点 大王的刚才有机会 看看郭远楼三分球 不得了啊 厉害 郭少今天手上冒火 状态真是不错 这个是有点不可阻挡的感觉 这几天训练调整真是厉害 6中5 7中5 8中6 这了不得 今天这上半场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最佳状态的怪轮 是 这可能是大家最期待的 或者说是上半场给我们最大的一个设计 现在国家队外线的需要这种怪轮超强的个人能力 在比赛僵持 需要外线出来去创造机会 去打开对方方式缺口的时候 需要怪轮这种能力 因为现在小丁最后能不能打 现在是未知的 但是郭艾伦呢 他的这种能力 他的这种状态 是郭艾伦很需要的 这球中在 张对方反差的忽略上有点问题 大王这时候很聪明 假上一下马上靠近菲利西奥 这球把后备在空中吊死了 所以这球呢 防守上有点没对过人 但是大王有点灵机移动了 灵机移动 这个就是经验 可能你上一步那球过去了 就是好机会 但这球确实对方找了好机会 贝利西奥 四年三千两百万的年薪 也不是白拿的 没错 明显呢 在对着中国队这一点上 贝利西奥是非常高效率 对 大阳光 而且他能防 脚上快 好看 底脚赵瑞 这球又是个蓝牧球 中的蓝牧球 今天呢 在上半场是赢了巴西 防守 中距离干拔 又是先把蓝牧球 这种强失 再来一个 火 贝利西奥也是一个人互关 一人互关 攻防全看他 这对身拿四干二 就怕这个 没回来 巴西队也是这种美式的风格 只要防守下来 反击速度是超快 那些年呢 记得巴伯萨 巴伯萨 巴西闪电那个速度 那种快下的移动能力 对 等于这一段呢 有点得势不得分 嗯 而且我们蓝牌球那么占优 而且蓝牌球那么 有积极性 但是呢 二次进攻得分率不高 对 包括刚才阿联的那次扣篮没进 对 大王子这次扣篮受到封盖 嗯 应该知道整个第二节是三超小 配双塔 是 看来这个风线上 是不是真的是要想一些办法 在配置上 是不是用这个思路来解决一些问题了 因为今天开局用的哲耀川 后来就很长时间用三小 这三小呢 其实这段时间在进攻当中呢 是不错 咱们先从创造机会这个角度去说 你包括最开始 挡拆以后形成了扣篮 那种传球 嗯 那种及时性是没问题的 而且传出来了以后 对方的防守弱策调整 噎到了中锋面前的大王刚才出球 在弱策的领主角呢 也是有三分机会 所以这这种方式 我觉得没有问题 嗯 而且在四杯的时候 就像大家说打Clorida那场 是第一次大面积的使用 而塞好咱们还问了这个李南之导 他说也是一种尝试 是 现在从现在来看 整整一截都是用三 三个小后卫配双塔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 我觉得在思路上是有一个 比较清晰的变化 是 我觉得现在李南之导呢 他意图也很明确 嗯 两小配一大的这个 肯定是一个比较常规的 但三小的效果怎么样 因为 真正打到这个阶段 巴西队应该说是 热身赛当中的对手 质量很高的球队 最强的球队了 最强的球队了 那他的这种去检验 最后的两次检验的机会 所以他又用大面力时间去考察 嗯 阿联最后 阿联最后 三不牛漂亮 真是定彩神针 而且这个球呢 对方实际上是一个拳抢的大严肃 然后呢 但是双后卫 一个是方硕 还有一个是郭艾伦 这个球的掌控 分秒不差 没错 交给阿联的这个位置上 也是一个相对空位 就说明这个三后卫啊 真的是很有特点 增加一个空球点 这个球呢就更活了 没错 而且阿联的必时救虚 贺利西奥的内线很强 但是他在脚步下移动呢 他没有那么快 所以在外面去寻找机会 中国队整个上半场 打出了很多心意啊 和未来我们 可以预期的一些内容啊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 下半场比赛 好了 我们回到比赛的下半场 上半场呢 中队整场呢 应该说两节发挥的 都表现出了不同的比赛内容 而且都让我们看到的亮点 过程肯定是第一亮点啊 嗯 他的这种高命中率 和个人的强攻能力 另外一个呢就是 国家队现在在未来准备事业杯当中 解决很多问题的新思路 是 比如这个三外线加两大中风的这种特别 对 那这样我觉得呢 可以做的扬长臂端 因为发挥现在我们四个后卫状态好 对 然后我们三个大中风状态都很好 是 所以呢三小后卫配内线 保证了五人的个人状态 是最佳状态 另外也弥补现在确实封线上缺头手 还有一个风线上人缘轮软伤病的问题 现在大家知道周鹏有伤崴脚了 然后呢在风线上确实本身人就 人缘不足 对 状态呢又不是特别理想 对 其实呃 纯粹的风线呢 一个是周鹏 扎小川 加上阿卜都沙拉木 这三个人是纯粹的风线 呃 呃 不好意思可兰白克 可兰白克是三个传统意义上的风线 但阿卜都呢是三四摇摆 可内可外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上一节的里面指导也是非常呃 呃 目的性很强的要去考察这个三小阵容 嗯 呃 多一种在尸业杯当中遇到困难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而且整个第二节一直沿用这个阵容 对 就没有做人员上的这种轮转 就赵小川第二节没有打嘛 是 呃 第三节回来先发又拿回了等于小川这一点 现在是两大中风 然后呢 赵小川是前风中后尾 我看第二节的状态和效果还是不错的 第二节拿了24分 这个三小后尾啊 其实是有它的非常明显的优点 刚才吴老师给大家介绍的一个是多一个持久点 那整个球的分享呢就灵活性很高 是 另外一个呢 减少了对方防守对郭艾伦的针对性压力 这样其实激发了郭艾伦的个人攻击的这种状态 没错 很明显上不上九中八啊 是 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说在整个的这个机动性上 另外弥补了风险现在的一个问题 对 我觉得这三点是很明显的 但是缺点呢就容易让对方抓住你在身高上的部落 就你二后卫和三后卫容易被有经验的队抓住呢 打这个错位 对 所以你看这个辽宁队在联赛期间呢 他们比较好的呢 哈德森在上面呢 赔赵继伟 赵继伟持球哈德森攻的就会很顺 那如果你呃光是哈德森和郭艾伦两人上呢 那就存在谁组织谁来攻的问题 嗯 所以呢三个三个后卫呢 你包括方说也能持球 这几个后卫互相都能持球 嗯 那么可能会解放郭艾伦 让怪伦更多的偏助进攻 你包括赵卫上来啊 啊这个都属于个人突击能力 攻的会比较强的 对 那么呃方说呢 他投的好 嗯啊 赵继伟是组织 所以每个人的特点都不一样 那怎么样互为补充 能够更好的组织 刚才是老江 哈德森有一个围体犯规啊 嗯 这个动作也挺惊险的 是啊 就是世界杯之前热身赛 尤其还差一周啊 最怕的就是被伤病 对 刚说到 我 这一下犯规动作确实比较大 对啊 这是这个罗萨达西尔吧 曾经在提普打过球 嗯 对 小伙子也是非常凶猛 那99年的 MBA当中有一些经历 这个方说东西非常大 是 他等于是上面挂着郭艾伦底下呢 膝关节还半长 对 这明显臭人去了 对 现在气势也比较上提胡的新秀 嗯 嗯 这动作其实没必要 现在其实双方都怕受伤 马上大赛再计 好球 漂亮 漂亮 果然又是一次助攻 因为他攻得那么凶啊 他持球之后 大家对他的攻击实际上 他只要做出三维鞋 都防止他的投篮 是 这时候找郭艾伦能够找到队友的位置 都是非常好的助攻击 没错 但是那边胡蝶巴尔伯萨这个经验 我觉得他速度 速度一点 一点没减 一点没减 而且现在巴西队玄冥二老全在场上 巴尔伯萨 瓦莱乔两个 36 37岁的老将全在 巴尔伯萨37 瓦莱乔37 瓦莱乔37 两人都是80年的 胡塔斯37 另外还有加夏 加夏蝶受伤了40 40 真是这个老中兴结合的一个球队 嗯 而且关键巴西队特别指着老将 是 这老将嘛 有的球队呢 是过去在球队当中更一时老大 对 我更多的经验传授 这个指着老将打 没错 往来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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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呢 嗯 没有去跟啊 这帮手低手突进去这一段非常的轻松 我现在呢 在防守上呢 脚上一动上稍微有心吧 好球 好球 阿联的状态也是一步一步稳步在提升 没错 从第二节的最后的压哨三分到这一节的这个投篮 我明显感觉到 其实 阿联是从昆山的四国赛才回到比赛当中 嗯 他也是在一场一场的去调整 对 特别明显 第一场比赛上来呢 就是状态相对一般 但是后面通过不断调整 他在调节奏 他节奏现在是在找回来 对 而且刚才看他投篮出手是非常坚决 就这样的老将 而且是就是商誉归队 他不可能一两场比赛就像年轻团那么爆发 对 他一定是这种后期勃发的慢慢的回到这个巅峰状态 没错 而且阿联呢 这种到了这种级别 这种年龄的球员呢 他会知道自己的状态怎么样去调整 在什么时间段我要把我的状态拿出来 所以到了还有最后两场球 还有最后两场球人赛的时候 我觉得他的状态已经逐渐的在调动出来 今天巴西队啊 防守动作挺凶的 是 我这有些动作确实防的很大 对 这也是南美球队的一个特点 你要未来面对韦德尼拉 你可能就会面对这儿的情绪 就是打的会比较浑 韦德尼拉可能比巴西呢 打的更浑 对韦德尼拉是纯 就是小阵容 然后防守型的那种队 对 就是一个个呢 上去五个全是铁桶 五个PJ塔克 对 五个铁坛子 在场上蹲着 而且呢 波罗地海这种球风呢 可能比这个南美球风 南美是潇洒 南美南美的是潇洒 但是波罗地 这个加勒比海呢 这是更多的 更多这种魂 对 打的魂横 甚至是有一点坏 对 是吧 就是他们的这个生存不知道 所以呢 适应适应这种比赛的 这种氛围啊 对中国队在大赛之前是非常有帮助 别看对方打的这么凶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机会 是 是 这个球呢 可真传 哎 可见了 这个球 没人要说队友都快下了 没人来接球 全跑了 全跑了 人呢 全跑了 那是挡拆 配合一直去 现在就是挡拆 但这球没挡上 阿联的机会 好球 漂亮 阿联从第二节那个压哨三分到现在三头三末 没错 手感是完全复苏 是 印象很清楚 昆山的第一场比赛呢 手感没找到 投的不是很顺 到了第二场比赛 他从滑球开始 他在降节奏 这滑球他会比平时会慢一点 他的投篮呢 会比平时慢一点 他在找手感找节奏 到现在呢 手感找到了 每一个球出手非常坚决 这就是有经验老将的挑战 年轻的人可能越不越急 越急呢 你越加速 适得其反 你看老将呢 他知道可能我状态不好 我就是挑一条 我慢一点 我沉一沉 我沉一沉 我找一找状态 我动作扎实 更扎实一点 是吧 还得14号是德索萨 这两个球也是外线能投 内线刚才也能突进去 还是很全面 周琪三分球 这球很突然啊 是 这球等于就是顶着头的 让对方那个德索萨的前锋 对着周琪这一点呢 其实他身高太吃飞了 周琪直接出手了 这些中国队现在特点 几个大个都能投 其实大王现在也能投 这球也是超高难度 这节呢 这节呢就准备啊 这要刷呢打时间多一些 你看打了半截 就就是一直是刷 漂亮好球 有哦 其实我觉得中锋队他也在发现 这支巴西队呢不像之前碰到的 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的后线的轮转是做得很好 你第一次挡拆传到中锋 这个机会不太容易出来 但是呢 这支巴西呢我们看到 他是属于那种 比较中式进攻 但防守呢防一下可以 后面的轮转呢 他不是那么整体 所以很多次都找到这种 直接挡开以后的机会 而且他方挡开呢 就是 马拉乔在场上的时候呢 他全凭经验 是 他移动速度现在已经很慢了 对 而且他有时候是不上不下 这些都是中国队可以抓的机会 所以刚才已经观察很多球了 就是他后线那个轮转呢 他不是很到的 对尤其巴拉乔这点 他席帮不过来 对 你看这种球 他席帮不过来 但是这个球你要打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那大角度回来 就让你撞墙了 没错 你就得重新多加持球点 想别的方式再发动进攻 这就是面临不同对手 你要有不同的拆解的方式 那错 你欧洲体系呢 你欧洲体系就是属于那种 延误非常快 就感觉你第一次出球以后 这机会总是出不来 再出球呢 人又到了 总是这种感觉 但这个巴西呢 我觉得中国队再加以利用 这就是说什么 这叫第二个方式 我觉得巴西队球员 现在有点情绪失控 这没发生任何事情 这个我觉得有点情绪失控 而且在热色这张没球的位置 和尔塔斯 这么有经验的老将 直接 直接把这个 外头给推飞了 我们刚才关注点 一直在底线出界的位置 不知道这个 刚才发生了什么 你看这一球 这明显是一个 冲人去的动作 这明显故意的 在背后 这要直接被驱逐出场 这种动作 这不论是咱们边还是在 这个 对吧的比赛 就都是直接被驱逐出场的 这肯定是 这是攻击人的动作 对啊 这是巴西的球空 咱们刚才也说过 他打的确实非常 非常狠 非常凶 而且很多的可能是 比较坏的动作 古尔塔斯这大家也非常熟悉 是 三级奥运会 老江湖 没错 36岁老后卫 嗯 古尔队也都打过的 对啊 我觉得 对这么有精湛的老将 你 你来到这个 来中国第一场转身赛 我觉得真是没有必要啊 没有必要 出意料 你说一个年轻的 你像刚才 席尔瓦 对啊 他有点火气啊 年轻戏盛 这也都可以理解 36岁老将 按说 已经被生活魔力的 很多火气都已经没有了 对 怎么孩子们 整个的这个状态 确实不太理解 被时光磨去的棱角 对 你这棱角怎么还那么尖 没错 还是锋芒碧落的状态 若身赛的 接着大家也是彼此沟通一下 这要真是正式比赛 就直接驱逐出场 是 阿波萨跟同队 对教练教练组 人比较熟悉 沟通一下 今天晚上9中8 而且 有多次精妙助攻 他的这个 闪亮的发挥啊 也确实有点 从另外一个侧面 让巴西队很不开心 是吧 对 就是 过程打的这么棒 所以对方所有的劲儿 没有想到 你还有这么厉害的运动员 就所有的劲儿全 等于吃的 其实我觉得 就是巴西队也没想到 因为 巴西队可能把这个比赛 想的相对简单 近几年的 中国队和巴西队的交手记录呢 其实 巴西队还是赢的相对轻松 包括 包括 伦敦奥运会的小组赛 包括 旅游奥运会 之前最后一场热身赛 也是跟巴西打的 这几次交手呢 是巴西队的优势 还是在 再来三分球 漂亮 今天中国的三分球点点开花 我们现在十分以上 周琪俩三分 然后 易建连的鸭哨三分 郭艾伦的三分 方硕的三分 今天三分球的 这个问题呢 让我们看到了 有缓解的迹象 中国的整个这个战斗状态 是渐入佳境 不要管对方怎么样 我觉得对方就展示出 强硬或者凶恶的一面 其实反正能够 既然我们斗着 另外让你提前适应 这个大赛之前的残酷 绝对这是好事啊 没错 我们玩了 中队还是不要受到场上这种情况的影响 每个人还专注于比赛 专注于每个战术的细节 也是让每个人去专注这个细节 包括这个金空战术的这种布置 博尔塔斯刚才那动作有诗老将风范 他是认为 可能从他的感觉到 感觉是郭艾伦这个球脚伸到他脚下了 对他可能有点不大了 我看来这个镜头也是事出有因 但是他的反应确实是比较 老伯萨 篮本球 这球呢还是有点幸运 周琪 做球太难了 小个噎在脚下呢 确实降速了 对方黄的小个 整个就是钻在怀里 这球你没法做不住不 小个黄大哥下了一半马锁 这边换了周琪去防对方的小后卫 这个队位换不过来了 178的桑多斯 确实有篮 这是发现的特点 他确实胜功 善于进攻 不过来很简单还是挡拆 发现大阳 这球 好球 漂亮好球 漂亮大王 大王这是一个中锋的扭断脚踝者的这个动作啊 没错 菲利西奥直接过倒了 对菲利西奥直接挡了 可能地上滑的有点滑 但是我觉得菲利西奥万没想到比自己高一快的大王有这么灵活的脚下节奏 因为这种遭遇战啊 可能赛前稍微原因有一些录像 但是肯定对每个对手啊 肯定不是那么了解 没错 再说巴尔伯萨 巴尔伯萨的状态保持的真是可以 已经有两年没看上他打球了 1617打完了就离开NBA了 现在也是在国内联赛效力 状态保持的 但这启动的地步真坏 哟还是一大方角啊 后出步要找犯规 这个呢就是朱祺上当了 对 今天确实是丰富了 其实朱祺已经在这个时间把巴尔伯萨防的绝境了 是 但是最后一下朱祺还是想去盖 连续背后运球假动作 这下已经是被骗了 不计跳起来可能心里就觉得不好 我们得欢恩俊飞 今天是恩俊飞第一次上场 是之前一直在三大在轮换在转 三大而另外第二节使得整节的三后外 三等于是双塔配三小 是 这节呢就是 呃让风线队员有更多的上场时间 嗯 我这要转打了将近多半截 然后人们飞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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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有了 尔敦飞呢上了之后呢 在风线上 他的这个支配球处理球 对 是中队特别需要 我觉得支配球跟处理球还是两个概要 是 就是你处理球呢 就是球到你手上 你会让他有更多的这种可能性 任俊飞上来呢 他一个高位的侧影 再加上他挡拆以后 他可以攻 再有他再出球一次 给弱侧的这种外线的前锋 去制造机会的能力 这都是他具备的 没错 这是真的是 现在南岸非常急削的一个特点 任俊飞是在第一期急削以后 因伤离队了 离队后来又回来 离队后再把他交回来 也是看重他这个能力 这刚现在是两个会超快 37岁 但是还是快如闪电的巴尔伯萨 配这个1米78的 这种真是脚踩封口的桑普斯 他现在这双后卫超快 总得要注意他这个转型 没错 老罗萨这第一步启动速度 真是不减当年 这是被干了 是 面对卡布克洛这种球不太好投 臂展太长 巴西打快了 巴西那是坚决打快 其实他也是三后卫 这本带特1米90 其实也是一个可以打二后卫的 他现在等于是三后卫 三个后卫 是 而且这边现在巴西的防守强度上来了 财向 东北现在的节奏上有点水平 对方防得快 转换快 因为刚才对方内线的有个老的 有马来乔 马来乔的后线轮转的 他的脚点慢 对 他年龄大了 但现在上这两个年轻的呢 就是整个后线轮转 包括强度都提升了 没错 你第一下挡拆出不来机会 我们大王顶飞的笑 好球 我们在篮下脚下很扎实 对象在力量对抗上 顶王格林就不占优势了 现在阀篮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在逐渐解决 是 有一段时间阀篮是有很大问题 在夏季联赛期间 包括在昆山的 昆山的这四国赛呢 阀篮命中率就是在百分之七十左右 百分之七十左右 这一场比赛呢 不管是在外界的三分到阀球 其实我觉得都是在提升 对 跑很多 这还是森联赛 这场超快 漂亮 断下来 卡仙 最后 转换 上篮 这边又是筷子回房 还是卡布克多吧 卡布克多这一副长臂 就是有点遮天蔽日 没错 然后米三一避着 对 这个球如果打进中国队 又是一位小高手 巴西队在这一节明显是加强防守 而且让更多年轻圈打 是 然后把几个37岁38 除了巴尔伯萨之外 让更多年轻圈打 他增加了场上攻防的活力 我们一会儿来看看双方的第四节比赛 好的 我们回到最后一节 第三节 我觉得是各打一半好处 是 中列就是前半段拿的好 然后巴西队 欧洲的老教练 比特洛佩奇 在后半段 上年轻人 费利西奥 桑多斯 再加上 就是不输年轻人的老将巴尔伯萨 他整个节奏提的非常快 而且防的凶反击快 这是真正巴西的风格 双方的分差只有六分 其实他真正的节点就是把把莱桥往下一换 内线 费利西奥加塔布赫洛这俩人 巴尔伯萨手起刀子 真是厉害 这就是流行一个词叫动灵 他年龄为动作 你看他现在37打的跟27 27岁的时候没太大差别 有的说的是面容 有的他指的是身体 对 发现这个球有点短 这边桑多斯手快脚快 是 先犯规是明智的选择 你现在巴西队要跑起来了 这就是进入他节奏 这多斯桑多斯呢 就典型的南美球员 1米78 他来自这个巴西贾利联赛的 保利斯坦诺 来自国内的俱乐部 超快的 漂亮 我会往回撤的时候逮了个正着 这球盖的还真干净 没问题 火 外线再中三分 这是本内特 本内特是一个 非常 头弹非常稳的二号 射丢 8一的首快九快八博萨 转换 靠一下 真有经验 真有经验 先找人 再找框 这边连续被8一队打出高潮 就是第三阶那次暂停以后 感觉8一队整个换了一个队 强度 防守反击的速度 全都上了 工队不太适应对方阵容变化之后 突然节奏上提了两档 是攻防转换节奏都提了 攻防都提了两档 我们不太适应 其实真正的就打到第三阶后半段这个巴西队这个强度是真正世界杯正赛的球队的强度 而且他整个三后卫就是他经典的特点不知道李南热这会不会再把第二节那三后卫拿上来对 因为现在呢你两个 谁听你咱们知道不 拿一个15锤子 15锤子 大伙子在若瑟 那个这次 15锤子 没掩护给大伙子 没有了 大连这地方接得急一点 这边都没有 传给大连 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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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方今代这个转换进攻打得很凶啊 中队其实有时候你可以让用一些犯规让他停下来对断他一下状态 然后今生 呃 不许进攻呢 林尔老叫了一个输锤子的战术 我们来看看这个这个进攻战术怎么来发起 那错 那很多进攻战术呢都会有自己的代号 嗯 因为技艺呢在场上也好发动 嗯 看一下 嗯 大王提上来 然后往若瑟走 阿联给验户 对啊 看我觉得这个战术好像是没有 漂亮啊 这机会其实没完全出来 没有没出来 没推进下去 但是赵俊伟中间当机立断 那这头子很果断 对 这掩护没出来呢 这掩护没出来呢赵俊伟很机灵赶紧跑到脚上自己去寻找机会了 嗯 而且这个球呢 头子很果断 刚才扑过来的好像又是卡布克路 你稍微慢一点呢 那这球就出不了手 那这会儿呢换回三后卫了啊 我把三后卫拿回 中央三后卫对他的三后卫 这些帮的防守上现在不吃坏 刚才是换人 在黑白线 没线交这是大打小 对阿联 阿联 可以直接拔了这个球 啊 啊以今天的手感 差一点 你今天阿联手感刚才那球拿着可以直接干拔了 嗯 最像 嗯 再倒一讲 迈粉 卡布克路 这他这投篮动作确实得甩着一下啊 不是边打这动作确实像杜兰特 真像啊 真是像胳膊也长 反正是不是这个球被甩出去了不是投去了 不是浪泽虚名巴西杜兰特 啊 阿联这个球投的果断 这方当中啊对给球的压力啊 是 跑到第四节呢这段体能下降 迷入率有影响但是防守呢 还是要更专注 我真理 真是理 真有把握 有把握 算不算 到了一直落后的时候这段反击翻过来 巴尔伯萨 可以说就以一己之力 巴尔伯萨这状态打的没没问题啊 好球 漂亮好球 这个球掩护质量很磁势 然后巴尔伯萨只能穿 赵瑞这球投的非常非常的果断 而且很及时 需要这样的回应球 看你这球只能穿过来那非常的自信要投了 牛角站位的挡拆 打王顺下 阿联在高位 明确 因为卡布扣勒跟费利西奥呢 他不怕你强对方之后再做东西 因为他确实年轻 有力量 而且他能跳 你顶费利西奥呢是顶不开 卡布扣勒能顶开呢 他臂展长 你给他顶开一件空间呢 他胳膊还能够得着 打这两内线 就是得像大王打他们 是 就是在地上碾着打 没错 然后南道中 这球还是被防住 这球没有了 冬队现在这三后卫呢 我觉得在防守上 尤其防转换上 阵地防守还是可以对得上 是 但是进攻上呢 现在因为对方也是三后卫对的 就没有在第二阶打得那么顺畅 是 能看到确实这个阶段 巴西的 防守的强度 是要强于 之前第二阶第三阶 没错 就说他后卫当打的现在就是这个本内托 加上 这个巴尔博萨 再加上这桑波斯 是 其实这个胡塔斯加西啊 这几个老的后卫 他实际上 我觉得更像是 怎么说呢 甲先发这种感觉 甲先发过度一下 更多的时间留给年轻人 当然巴尔博萨 不年轻的年轻人 这得点点点点着呢 我这边 卡布科罗的臂展真是恐怖 真是恐怖 这球确实 是防得好 最后呢 周琪还是想跳 饿着大王的话 最后这一下再碾一下 卡布科罗就是万跳不出来 看这一下 他还是想跳 这一下再碾一下 这一跳呢 你比天上卡布科罗的这个臂展 要是周琪的臂展已经很恐怖了 没错 周琪臂展很恐怖 而且呢 一般人 想这样冒周琪 这都是周琪冒别人的 对 而且刚才周琪已经发了狠了 已经发了 顶开了点空间 就是臂展 臂展真是恐怖 现在中央得主要是进攻的问题 我觉得防守还可以 是 先进攻 对方强度一上来 这段时间不得分 其实刚才最多领先12分 这次周琪还是四分成功 防得没问题 对 这两个内线 在内线防守呢 巴西队轻易也不好过 还是没有 看看这边卡布科罗三分九 真是有准啊 是 小伙子在整个 没这个赛季的历练 尤其是上赛季十九场先发 场景八点三分四点六个篮板 对 灰熊打了很多恶仗 我记得是大胜三林郎大胜绝世 卡布科罗得到了力量 包括后期把小佳换走以后 那段时间 他一个人在内线撑着 对 这个赛 机会特别多 对所以这几十场比赛 对于这样一个年轻人 就是95年的2023岁啊 一下子上了一个台阶 没错 你看这段一个是巴尔伯萨 一个就是卡布科罗 就这两人 等于把这个局势给 凝转过来 凝转过来了 进攻你现在不要打出中国挡车 把老鼠下线 把老鼠下线 两条 如果过来我们做掩护 中国挡车 位置低一点那些 太高了 这个那个边挖哪 他边挖不了 其实手里手 你要挡人 你不让他随便都穿过去了 我可以低一点那一阵 重心下来 一阵 死我都可以 人家说也很细 嗯 就是跟那两条一不一手 因为现在就是说 刚刚有的时候 重心得降 有时候对方现在 眼光质量很高 那眼光质量高呢 你丢掉对位的人 你为什么就得穿 你只要一穿 他都不能抬 嗯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强调了更多的 也是挡拆 挡拆的位置 你挡拆的位置太高了呢 你第一次 你行不成进攻 你对方呢 全部都是从后面绕过 从后面绕过 因为你太远了 你也投不了 挡拆尽量的靠到三分线 你三分线呢 你直接一步 外线能够着篮 内线下顺呢 能够有机会 而且刚才咱们说了 他这阵容一变呢 他怎么换了一个队 他现在你挡拆呢 你内线 那边线的第一机会 不像上半场 他里边瓦拉乔啊 然后他外线 也是速度比较慢 你第一机会就出了 对 你看中国在现在又遇到了打克罗地亚的那种状态 你眼后第一会出不来 面前早是有人 然后你球出不出去 最后两秒的头了 说实话 这边是不是有人受伤了 周琪 周琪没回来 这边确实是四防五 拿下来 周琪 看周琪怎么样 周琪哎呦 哎呦 怕什么来什么 我来脚了吧 刚才最后一个动作应该是一个跳投 嗯 就怕受伤 哎呀 就怕受伤 太麻烦了 还有不到一个礼拜啊 嗯 左脚 左脚 刚才最后一个动作是 最后两秒的一个跳投 嗯 一个跳投下来 我们都没有看到刚才到底发生什么 这就是啊 因为你进攻艰难啊 等于我们在持续的就攻阵地 嗯 我们就在一不断的一波两波三波的冲击这个对方的防守导导 是 这左脚 那看这个情况应该是崴脚了 不崴脚了 应该是崴脚了 他刚才下来是不是踩到对手脚上了 嗯 嗯 千万不要事 对啊 这个 千万不要事 还有六天啊 是 因为这带组 咱们所有成迷的心情是一样究竟的 千万不要事 嗯 这热身赛就怕这种 就怕这种 而且呢 当对方就是全力以铺呢 就是对方 八级队把对象阵容拿出来 跟你 你自拼的时候 对 如果你不对上这个强度呢 嗯 比赛的状态可能会失去 另外你不对上更容易受伤 但是你对上这个强度呢 要深散 就可能会造成这种简缘 没错 我们说其实在这个阶段需要这样的比赛 你需要这样比赛去把你的状态激发出来 嗯 伤病不可预测 伤病不可预测 这是经济体育没有办法必须要面对的东西 可能这一下这场比赛最后三分钟胜负 可能大家不太关心了 都关心这周琪的脚伤了 没错 本身周棚之前就是摆脚了 摆脚了脚伤有伤 周琪这一下 希望不要太严重吧 我们希望只是掰了一下 不会影响后门的比赛 哦 确实准 整个巴西队第三节后半段到现在变了一个队 而且他整个就是这个阵容之后 他掩护质量确实高 就刚才李南昭说的 我们现在过不去 他掩护质量过不去你怎么穿 他外线确实有了 巴尔伯萨跟着本内特 逃离之间他就出手了 是 12分 你现在落后了8分 可以说就是一节左右 20分的插水 这船子真是有想象力 统统360 老将的经验 巴尔伯萨确实是有点腰啊 真有点腰 八级闪电 现在打着像吉诺比利 腰刀 漂亮好球 这球非常关键 2分钟落后8分球 阿联呢 作为球队的当家领袖 这下提振士气 在关键时刻呢 球队遇到困难的时候 核心能站出来 可以 卡布克罗状态打出来了 我觉得他就是 那一次对周期成功的防守 提升了信心 后面在这外线投篮也开了 对 他下半上投进两个状况三分 是 直升了 那这个时候也没给周期内 受伤的 我们能敢去用灯钩的发生什么样去看吧 现在感觉心里都揪着 心情比较沉重 啊 改了 不是很明显的有踩到对方的脚上 我觉得应该没有大事 没有大事 因为它不是跳得很高的充分跳 它是一个颠头 最怕的就是跳得很高 而且落在对方脚上 但这两个事我们目色看的是都没发生 第一个起跳高度没那么高 第二个并没有落在脚上 没有脚踝的翻转动 而且我觉得落地的时候那一瞬间 不是造成第一伤害 它好像往后挫的一下 再往后撤的时候掰了一下 我觉得可能就是自己脚踝晃了一下 脚踝晃了一下 这还好 保险起见吧 保险起见还是去到场下调整一下 看这个下半场巴西的进攻 那跟上半场 我觉得上半场是不是有点保守 有点保守 下半场落后十来分的时候 这个拿出最强阵容 而且他这最巴西式的进攻风格十前空 一个是防守 防守强硬 漂亮这球 好球 好球 照几位打得冲点 我觉得这巴西的这个 菲利西奥跟塔布克勒这种内心 大王的效果是最好 是 他这打法正好刻这两个 就是大王的节奏呢 对 会有很多假动作 我不跟你比跳 我也不跳 对 我不跟你比跳 我假动作把你点起来 我再跳 你就是说策略之手 对 就是叫风格克制 风格克制 我那动作呢 永远比你慢一个点 慢半拍 我正好错过去你最高点 无论是卡路克勒跟菲利西奥怎么跳 最后 黄正林都是在地上跟他对抗 是 直到你不跳 我把球搁进去 这打完比赛以后 可以内部交流一下 对 后面还上比赛 都是在武汉 可以交流交流 漂亮 好球 好球 这球给养护的人养护 赵俊伯这球给阿联地养护质量还是不错 是 赵斗斯友谊几乎万归 对 现在还有机会 就是8.9秒 这不是人在练得就很难过 对 其实胜后真的不是那么关键 但是这种阶段性的落后六七分 然后你持续的获得机会 能不能有机会翻过来 我跟他这失误了太遗憾了 希奥这是一技战斧皮靠 这球的身体真是好 这球还是中国队本身是个机会 但是发体线球 跟外形队友没有呼应 好球 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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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一下阿伯东商务 同时掌声送给毕竟杰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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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半场中 刚才说 佩特特贝奇作为欧洲的老教练 他拿南美的巴西队 我就觉得用他们anom的 这种拥有的 那种防守的方式 他挡拆第一机会你出不来 第二个他现在从第二个轮转过来 也像Codea或者像塞尔维亚那么快 你看郭艾伦包括像赵瑞突进去 也有点像我们打欧洲飞一样 开始撞墙了 然后断球反击断球反击 我感觉咱们从第二节 第三节后半段 一节半好像在打了一个欧洲飞的 没错 我说马步上来时间不长的 上来能近三分 还得紧急最后一块没放弃 只有七秒 还有机会 这边练一个最后羽工 这样全场比赛结束 白球队还是实力摆在那 这个美洲峻里 他们在厦门上是逆转的比赛 在落后12分的情况下 在厦门上靠着他这个强大的现在 在巴尔伯萨领先这个阵子 中队这场比赛呢 我觉得我们也收获了需要力量的内容 是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尽可能的赶紧总结 而希望周期的生命不要很大 我们下一场比赛 马上封锋还有一次第二次战役 周日还有一场比赛 其实这场比赛最后遇到了一些困难 我们也看到核心一线联 在最后关键时刻也能站得出来 这个都是在热身赛当中 我们需要去面对的 如果你一直一帆风顺 可能也没有更好的锻炼价值 巴西卫这些年跟中国队的交手当中 确实还是在实力上是占据优势 对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 再见